孟子 梁慧王篇下 中报见孟子 曰 报献于王 王欲报以好月 报未有以对也 曰 好月何如 孟子曰 王之好月盛 则齐国齐数几乎 齐国大臣装报来见孟子 说 我被大王召见时 大王告诉我他爱好音乐 我没有话可以回答他 接着又说 爱好音乐到底好不好 孟子说 大王如果非常爱好音乐 齐国大概就可以平治了 他日 齐宣王脸色一遍说 我不是爱好古代圣王的音乐 只是爱好世俗流行的音乐罢了 曰 王之好月盛 与古代的音乐与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 齐宣王说 可以说来听听吗 孟子说 独自欣赏音乐的快乐 比起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 哪一种更快乐 齐宣王说 不如同别人一起 曰 与少越乐 与众越乐 孟子说 同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 比起同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 哪一种更快乐 齐宣王说 不如同多数人一起 臣请魏王言乐 今王古月于此 百姓文王忠古之声 管月之音 举己守促厄而相告约 孟王之好古月 福何时我置于此几夜 父子不相见 兄弟妻子离散 孟子说 请让我为大王谈谈音乐 假设大王在这儿奏乐 百姓听到中鼓的声音 萧迪的演奏 大家都头痛奏眉 互相议论说 我们大王爱好音乐 为什么让我们陷入这样的绝境 父子不能见面 兄弟妻儿 兄弟妻儿离散 亲王田列于此 百姓文王 车马之音 见羽毛之美 举己守促厄而相告约 吴王之好田列 福何时我置于此几夜 父子不相见 兄弟妻子离散 此无他 不与民同乐也 假设大王在这儿打猎 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 看见旗帜的华美 大家都头痛奏眉 互相议论说 我们大王爱好打猎 为什么让我们陷入这样的绝境 父子不能见面 兄弟妻儿离散 这没有别的原因 只是不同百姓一起快乐的缘故 今王古乐于此 百姓文王中古之声 管乐之音 举心心然 有喜色而相告约 吴王树姬无疾病于 何以能古乐也 假设大王在这儿奏乐 百姓听到中古的声音 萧迪的演奏 大家都眉开眼笑 互相谈论说 我们大王大概没什么病吧 不然怎么能奏乐呢 今王田列于此 百姓文王车马之音 见羽毛之美 举心心然 有喜色而相告约 吴王树姬无疾病于 何以能田列也 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今王与百姓同乐 则妄已 假设大王在这儿打猎 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 看见奇致的华美 大家都眉开眼笑 互相谈论说 我们大王大概没什么病吧 不然怎么能打猎呢 这没有别的原因 只是同百姓一起快乐的缘故 如果大王能同百姓一起快乐 就可以称王天下了 齐宣王问曰 文王之幼方七十里有诛 孟子对曰 于转有之 曰 若是其大呼 曰 民有以为小也 曰 寡人之幼方四十里 民有以为大和也 齐宣王问说 周王王的园林纵横个七十里 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说 在史记上有这样的记载 齐宣王说 这样不是很大吗 孟子说 百姓还觉得太小了呢 齐宣王说 我的园林纵横个四十里 百姓还觉得太大 这是什么缘故 曰 文王之幼方七十里 出饶者网烟 智吐者网烟 与民同之 民以为小 不亦疑忽 成史之于尽 问国之大尽 然后赶入 孟子说 文王的园林纵横个七十里 割草砍柴的可以去 打鸟捕吐的可以去 那是与百姓一同享用的 百姓认为太小 不是应该的吗 我出到齐国边界时 先问清楚 齐国的重要禁令 然后才敢入境 成文交官之内 有诱方四十里 杀其迷路者 如杀人之罪 则是方四十里 为锦于国中 民以为大 不亦疑忽 我听说在国都郊区 有一处园林 综横个四十里 杀了其中的迷路 就如同犯了杀人罪 这等于在国内 设下综横个四十里的陷阱 百姓认为太大了 不也是应该的吗 齐宣王问约 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 有 为人者 为能以大是小 是故汤是个 文王是昆宜 为智者 为能以小是大 故太王是熏玉 勾见是无 齐宣王问说 与邻国交往 有什么原则吗 孟子回答说 有的 只有仁德者 能以大国的身份 齐国 诗云 为天之威 于时保之 以大国身份 侍奉小国的 是以天命为乐的人 以小国身份 侍奉大国的 是对天命敬畏的人 以天命为乐的人 可以保住天下 对天命敬畏的人 可以保住他的国家 诗经周送 我将上说 敬畏天的威严 虽保住 福佑 王曰 大灾言矣 寡人有吉 寡人好勇 对曰 王请无好小勇 福福见吉士曰 比乌感 挡我灾 此匹夫之勇 敌一人 择也 王请大之 齐宣王说 这番话太伟大了 不过 我有个毛病 就是爱好勇敢 孟子回答说 希望大王 不要爱好小勇 手按剑柄 怒目而视说 他怎么敢抵挡我 这是平凡人的勇敢 只能对付一个人 希望大王 扩而大之 诗云 王赫思怒 远整齐吕 以恶除举 以赌周护 以对于天下 此文王之永也 文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名 诗经大雅 黄以上说 文王勃然大怒 于是整顿军队 阻止侵略举国的敌人 以增强周朝的服务 并以此报答天下人的期望 这是文王的勇敢 文王一发怒 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 书曰 天降下民 作之君 作之师 唯曰其助 上帝宠之 四方有罪无罪 唯我在 天下何敢 有月绝志 上书 太世上说 天降生万民 为万民立了君主 也立了师父 要他们 要他们协助上帝 来爱护百姓 因此 四方百姓 有罪的 与无罪的 都有我来负责 天下谁敢 超越他的本分 一人横行于天下 五王耻之 此五王之永也 而五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名 今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名 名为孔王之 不好永也 有一个人在天下横行 五王觉得可耻 这是这五王的勇敢 五王也是一发怒 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 如果大王也是一发怒 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 那么百姓 还只怕大王不爱好勇敢呢 齐心王借孟子于雪宫 王曰 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 有人不得 则非其上义 不得而非其上者 非也 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 亦非也 齐心王在他的离宫 雪宫里接见孟子 齐心王说 贤良的人也有这种快乐吗 孟子回答说 有 人们得不到这种快乐 就会抱怨他们的君主 得不到就抱怨君主 是不对的 作为百姓的君主 却不与百姓一起快乐 也是不对的 乐民之乐者 民意乐其乐 幽民之幽者 民意幽其幽 乐以天下 幽以天下 然而不忘者 为之有也 君主 君主以百姓的快乐 为自己的快乐 百姓也会以君主的快乐 为自己的快乐 君主以百姓的忧愁 为自己的忧愁 百姓也会以君主的忧愁 为自己的忧愁 同天下人一起快乐 同天下人一起忧愁 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 那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习者 奇景宫问于燕子曰 无欲关于转父 朝武 遵海而难 放于狼爷 无何修 而可以比于先王关也 从前奇景宫问燕子说 我想去游览转父 朝武这两座山 然后沿着海岸向南行 一直走到狼爷山 我要怎样修养 才能与先王的游览相比拟呢 燕子对曰 善哉问也 天子是诸侯曰寻寻寻寻寻寻寻者寻所守也 诸侯朝于天子曰数值 数值者数所值也 无非逝者 春行耕而补不足 秋行恋而住不己 燕子回答说 问得好啊 天子前往诸侯之国 称为寻寿 所谓寻寿 就是寻视诸侯所守的疆土 诸侯去朝见天子 称为树直 所谓树直 就是陈述自己所尽的职责 没有不与工作相结合的 春天视察耕种情况 帮助不足的人 秋天视察收成情况 周济缺粮的人 下颖曰 无王不有 无何以修 无王不遇 无何以住 一游一遇 为诸侯度 今也不然 失行而粮食 积者浮食 老者浮行 下朝的英语说 我王不出来巡游 我们哪会得到休息 我王不出来走动 我们哪会得到补助 他的巡游与走动 都是诸侯的榜样 现在却不是如此 出巡时 心诗动众 并且征集粮食 使得饥饿的人 没有饭吃 劳累的人 不得休息 占占卷虚禅 民乃作特 方命虐名 饮食若留 流连荒王 为诸侯忧 从流下而忘返 为之流 从流上而忘返 为之灵 大家怒目而逝 互相抱怨 百姓也开始 为非作歹了 违背天意 虐待百姓 吃喝浪费 如同流水 流连忘返 荒王无形 使诸侯也深感忧愁 从上游玩到下游 乐而忘返 叫做流 从下游玩到上游 乐而忘返 叫做连 从受无厌 未知荒 乐久无厌 未知亡 亡无流连之乐 荒王之行 为君所行也 拼命打猎 不知厌倦 叫做荒 好久贪悲 不知满足 叫做王 先王没有流连的赏乐 荒王的行进 就看您怎么做了 锦工月 大戒于国 出色于焦 于是使心发 补不足 赵太师曰 为我做君臣相悦之月 盖纸勺 绝勺事也 启示约 绝君和游 绝君者 好君也 启示约 秦锦工听得很高兴 先在都城内做好充分准备 自己再驻扎到郊外去 然后开仓救济穷人 他召来大乐观说 为我做一首君臣相悦的歌曲 那就是纸勺与绝勺啊 其中有一句说 关心君主有什么过错 关心君主就是爱护君主的意思 习宣王问曰 人皆为我毁明堂 毁诸 以乎 孟子对曰 福明堂者 王者之堂也 王欲行王政 则勿毁之影 齐宣王问说 别人都建议我拆毁明堂 要拆毁呢 还是不要 孟子回答说 明堂是古代君王会见诸侯的殿堂 大王如果想要施行王政 就不要拆毁他 王曰 王政可得文语 对曰 习者文王之志齐也 庚者久依 试者试路 观世机而不争 责粮无尽 罪人不奴 齐宣王说 王政的情况可以说来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 从前周文王治理其地 农民抽九分之一的税 做官的世代制成奉禄 官卡与市场 只积查不争税 胡博持照不涉补于禁令 惩罚罪犯不牵连欺小 老儿无妻 老儿无妻 老儿无夫 约寡 老儿无子 约独 幼儿无妇 约姑 此四者 天下之穷民 而无告者 文王八正诗人 必先思四者 诗云 可以富人 可以富人 哀此穷毒 年老无妻 叫做官 年老无夫 叫做寡 年老无子 叫做独 年幼无妇 叫做姑 这四种人 是天下最困苦 而又无所依靠的人 周恩王发布证令 施行人证 一定最先考虑他们 诗经小雅 正月上说 有钱的人过得不错 要可怜这些孤独无依的人 王曰 善哉言乎 曰 王若善之 则何为不行 王曰 寡人有疾 寡人好祸 齐宣王说 这番话说得好啊 孟子说 大王如果觉得好 那么为什么不实行呢 齐宣王说 我有个毛病 我爱好财物 对曰 习者公留好祸 诗云 乃鸡乃仓 乃果猴粮 鱼陀鱼囊 司机用光 宫使司章 干戈欺阳 原方起行 孟子回答说 从前 从前公留爱好财物 诗经大雅公留上说 粮食囤积在仓库 包裹干粮 装鸵囊 安定百姓显身微 法剑张在公弦上 干割刀斧 都齐备 这才出发 这才出发向前行 大王如果爱好财物 与百姓共同享用 要称王天下 有什么困难呢 王曰 寡人有吉 寡人好色 对曰 习者太王好色 爱绝飞 诗云 古宫 胆辅 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 置于旗下 原吉江女 欲来虚语 齐宣王说 我有个毛病 我爱好美色 孟子回答说 从前太王爱好美色 宠爱他的妃子 诗经大雅 绵尚说 古宫胆辅 清晨骑马奔驰 沿着西边河岸 到了骑山脚下 于是江氏女子 一起来此居住 当事时也 内无怨女 外无旷夫 王如好色 与百姓同之 与王何有 在那个时候 没有不嫁而抱怨的女子 也没有不娶而单身的男子 大王如果爱好美色 与百姓共同分享 要称王天下 有什么困难呢 孟子为齐宣王曰 王之臣 有托其妻子 与其友 而知处有者 必其凡夜 则动领其妻子 则如之河 孟子对齐宣王说 假如大王有个官员 把七小托付给朋友照顾 自己前往楚国游历 等他回来时 发现他的七小在受动挨饿 对这样的朋友 应该怎么办 王曰 王曰 弃之 曰 世事不能治事 则如之河 王曰 已知 曰 四境之内不治 则如之河 王顾左右而言他 齐宣王说 与他绝交 孟子说 司法官不能管好他的下属 应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 撤换他 孟子说 一个国家治理不好 应该怎么办 齐宣王转头去看 左右两边 谈起别的事情了 孟子见齐宣王曰 所谓故国者 非未有朝暮之谓也 有侍臣之谓也 王无清晨已 习者所尽 今日不知其王也 孟子夜见齐宣王说 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 不是说 国中要有高大的树木 而是说 要有世代从政的官员 现在大王没有亲信的官员了 过去任用的人 现在不知哪里去了 王曰 吾何以士奇不才而舍之 曰 国君尽贤 如不得已 将是卑于尊 输于妻 可不胜于 齐宣王说 我怎么辨识那些人 没有才干 而不任用他们呢 孟子说 国君任用杰出的人 如果不得不做 将会使地位低的 超过地位高的 关系远的 超过关系近的 对这种事 能不胜重吗 左右接约贤 未可也 朱大夫接约贤 未可也 国人接约贤 然后查之 见贤焉 然后用之 因此 左右进城都说他杰出 还不行 大夫们都说他杰出 还不行 全体国人都说他杰出 这才去考察他 看他确实杰出 然后才任用他 左右接约不可 误听 朱大夫接约不可 误听 国人接约不可 然后查之 见不可焉 然后去之 左右进城都说他不可用 不要听信 大夫们都说他不可用 不要听信 全体国人都说他不可用 这才考察他 看他确实不可用 然后才撤换他 左右接约可杀 误听 朱大夫接约可杀 误听 国人接约可杀 然后查之 见可杀焉 然后杀之 故约 国人杀之也 如此 然后可以为名父母 左右进城都说他可杀 不要听信 大夫们都说他可杀 不要听信 全体国人都说他可杀 这才考察他 看他确实可杀 然后才杀死他 所以说 这是全体国人杀死他的 这样才可以作为百姓的父母 齐宣王问约 汤放节 武王伐咒 有诸 孟子对约 于传有之 齐宣王问说 商汤放逐下节 周武王讨伐商咒 有这些事吗 孟子回答说 史记上有这样的记载 约 陈氏其君可忽 约 贼人者 为之贼 贼义者 为之残 残贼之人 为之一夫 文珠一夫 咒语 为文士君也 齐宣王说 臣子杀害他的国君 这是可以做的吗 孟子说 破坏人的的人 称作贼害 破坏异形的人 称作残酷 残酷贼害的人 称作毒夫 我只听说杀了毒夫商咒 没有听说杀了国君啊 孟子见齐宣王 曰 为巨事 则必使公师 求大幕 公师的大幕 则王喜 以为能生其任也 叫人 浊而小之 则王怒 以为不生其任也 孟子夜见 齐宣王说 建筑大房子 就一定要派大工匠去寻找大木材 大工匠找到了大木材 大王就高兴 认为他能称职 如果木匠把木材削小了 大王就发怒 认为他不能称职 福人诱而学之 状而欲行之 王曰 孤舌如所学 而从莫 则何如 今有仆玉于此 虽万亿 必使玉人雕琢之 这一智国家 则曰 孤舌如所学 而从莫 则何以亦于 教玉人 雕琢玉灾 一个人从小学习一种专业 长大了 便想学以致用 大王却说 暂且放弃你所学的 照我的办法去做 这样怎么行呢 假认识 假设这里有一块原始的玉石 就算它价值二十万两 也一定要请玉将来雕琢 调到治理国家 却说 暂且放弃你所学的 照我的办法去做 这与指导玉将去雕琢玉石 又有什么不同呢 其人伐阴圣之 宣王问曰 或为寡人误取 或为寡人取之 以万圣之国 伐万圣之国 五寻而举之 人力不至于此 不取必有天阳 取之何如 齐国攻打燕国 大获全胜 齐宣王问说 有人劝我不要夺取燕国 也有人劝我夺取燕国 以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 去攻打同样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 五十天就成功了 光靠人力是做不到的 不夺取它 必定会有天阳的灾祸 夺取它 怎么样 孟子对曰 取之而阴明月 则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是也 取之而阴明不月 则悟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 孟子回答说 夺取它而燕国百姓高兴就夺取它 古代有人这么做过 就是周武王 夺取它而燕国百姓不高兴就不要夺取它 古代有人这么做过 就是周文王 以万圣之国 罚万圣之国 丹四湖江 以淫王师 岂有他灾 避水火也 如水亦深 如火亦热 亦运而移 以拥有万辆冰车的国家 去攻打同样拥有万辆冰车的国家 百姓用筐装饭 用壶成酒来迎接大王的军队 难道会有别的意思吗 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痛苦罢了 如果水淹得更深 如果火烧得更热 那就只能转而指望别人来拯救了 其人罚烟取之 诸侯将谋救烟 宣王曰 诸侯多谋罚寡人者 何以待之 习国攻打烟国 成圣夺取了他 别的诸侯商议出兵去救烟国 启宣王说 很多诸侯商议要来攻打我 怎么对付呢 孟子对曰 成文七十里为正于天下者 汤是也 为文以千里为人者也 孟子回答说 我听说凭借中恒各七十里的土地统一天下的 就是商汤 没有听说拥有中恒各一千里的土地 还害怕别人的 书曰 汤一蒸自格使 天下信之 东密而蒸西一愿 南密而蒸北一愿 曰 西为后我 上书上说 商汤的蒸法 从各国开始 天下的人都信赖他 他向东方蒸法 西边的疑人就抱怨 他向南方蒸法 北边的疑人就抱怨 说 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 明望之 若大汉之望云泥也 归逝者不止 耕者不便 诸其君而调其民 若十语将 明大月 书曰 西我后 后来其苏 百姓盼望他 就像九汉时盼望乌云与红泥一样 去市场的不停止 耕田的照样工作 他杀了那儿的暴君 慰慰那儿的百姓 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 百姓非常欢喜 上书上说 等待我们的君主来 才有重生 今焉虐其民 往往而争知 明以为将整己 于水火之中也 丹四湖江 以淫王师 若杀其父兄 系累其子弟 毁其宗庙 牵其重器 如之河 其可也 现在英国 虐待他的百姓 大王前去征讨 百姓以为 您会把他们 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所以用框装饭 用壶盛酒 来迎接大王的军队 如果您伤害他们的父兄 囚禁他们的子弟 拆毁他们的宗庙 搬走他们的宝物 那怎么可以呢 天下固为其之强也 今又背地 而不行人政 事动天下之兵也 王宿出令 反其毛泥 指其重器 谋于烟重 治君而后去之 则有可及之也 天下各国 本来就害怕 齐国强大 现在齐国土地增加一倍 又不施行人政 那是自己在招致各国 新兵动武啊 大王赶快发布命令 送回俘虏的老人 与小孩 停止搬运他们的宝物 与英国百姓商量 选立一个国君 然后撤离英国 那么还来得及阻止 诸侯出兵 周于鲁厚 目公问曰 吾有私死者三十三人 而名莫之死也 诸之则不可生诸 不诸则即是 其掌上之死而不救 如之何则可也 齐国与鲁国发生冲突 周目公问说 我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 而百姓没有一个 肯为长官赴死的 杀了他们吧 没有办法杀光 不杀他们吧 又痛恨他们看着 自己的长官被杀而不去救 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对曰 修年几岁 君之名老弱 转户勾祸 壮者 善儿知四邦者 鸡千人已 而君之苍领时 俯库冲 有私莫已告 是上漫而残下也 孟子回答说 遇到灾荒的年头 您的百姓 年老体弱的 饿死在田沟山西中 年轻力壮的 逃散到四邦去 大概有上千人了 然而您的古仓中 堆满粮食 府库中装满财物 官吏却没有人向您报告 这是对上怠慢国君 对下残害百姓 曾子曰 借之借之 出乎儿者 反乎儿者也 福明今儿后 得反之也 君无油烟 君行人正 思明清其上 死其掌矣 曾子说过 警惕啊 警惕啊 你所做的事 后果会报复到 你的身上 百姓现在才有 报复的机会 您不要责怪他们了 您若实行人正 百姓就会 亲近他们的长官 并且为长官 赴死了 滕文公 问曰 滕小国也 坚于其处 是其乎 是楚乎 滕文公 问说 滕是个小国 处在其国 与楚国之间 是服侍其国呢 还是服侍楚国 孟子对曰 是谋 非无所能及业 无以 则有一焉 作思耻也 逐思成也 与民守之 笑死而民不去 则是可为业 孟子回答说 这个谋略 不是我能提供的 一定要我说 就只有一个办法 花生护城河 竹牢城墙 与百姓一起守卫 百姓宁死也不离开 那就可以有些作为 滕文公问曰 其人将竹施 无甚恐 如之河 则可 滕文公问说 其国要修筑薛帝的城墙 我很害怕 要怎么办才好 孟子对约 习者太王 居兵 敌人轻之 去之旗山之下居阴 非则而取之 不得已也 苟为善 后世子孙 必有望者已 孟子回答说 从前太王 住在兵地 敌人前来侵犯 他就离开 迁到其山下定居 不是他要选择 住在那儿 而是不得不如此 如果多做善事 后代子孙 必定会有称王 天下的 君子创业锤统 唯可济也 若福成功 则天也 君如彼何栽 抢为善而宜 君子创立基业 传下典范 是为了可以继承下去 至于将来能否成功 就只有让天来决定了 您怎样对付齐国呢 只有努力多做善事了 藤文公问曰 藤小国也 竭力已是大国 则不得免焉 如之何则可 藤文公问说 藤是个小国 竭尽心力去服侍大国 还是无法免于威胁 要怎么办才好 孟子对曰 习着太王居兵 敌人亲之 是只以疲弊 不得免焉 是只以拳马 不得免焉 是只以诸域 不得免焉 孟子回答说 从前太王住在兵地 敌人前来侵犯 他献上皮球丝绸 不能免遭侵犯 献上好狗两马 不能免遭侵犯 献上珍珠宝玉 不能免遭侵犯 乃主其其老而告之曰 敌人之所欲者 无土地也 无闻之也 君子不以其 所以养人者害人 二三子何患乎无君 我将去之 去兵 于梁山 亦于其山之下 居烟 于是召集父老 对他们说 敌人想要的是 我们的土地 我听说过 君子不拿他 用来养活人的东西 害人命 各位何必担心 没有君主 我要离开这里了 于是离开兵地 越过梁山 在其山下建筑成义 定居下来 兵人曰 人人也 不可施也 从之者如归事 或曰 释手也 非生之所能为也 孝死勿去 君请责于私二者 兵地的人说 这是一位有人德的人 不能失去他啊 追随前去的人 多得像赶往市场一样踊跃 也有人说 土地是要世世代代守护的 不是我自己所能做主的 牺牲生命也不能离开 请您就这两种办法做个选择 鲁平公将出 毕人脏仓者请约 他日君出 则毕命有私所知 今成于已嫁已 有私为之所知 赶请 公约 将见孟子 鲁平公准备外出 他的宠臣赵苍请示说 平日国君外出 一定告诉执事官员要去的地方 现在车马已经预备好了 执事官员还不知道您要去哪里 因此冒昧请示 鲁平公说 要去见孟子 曰何哉 君所为亲身 已先于匹夫者 已为贤乎 礼意由贤者出 而孟子之后桑 于前桑 君无间焉 公约 诺 曾仓说 国君降低自己的身份 主动去见一个普通人 是为了什么 是认为他是贤良的人吗 贤良的人应该做到手礼与异行 但是孟子 为母亲办的丧事 排场超过先前 为父亲办的丧事 您别去看他吧 鲁平公说 好 岳正子入见 约 军西未不见孟科也 约 获告寡人约 孟子之后桑 于前桑 是已不往见也 岳正子前去夜见说 国君为什么不去见孟科呢 鲁平公说 有人告诉我 孟子为母亲办的桑事排场 超过先请为父亲办的桑事 所以我不去见他 所以我不去见他 超过是指什么呢 是指先前用士礼 后来用大夫之礼 先前用三个顶白色共品 后来用五个顶白色共品吗 鲁平公说 不 我所指的是官果一物的华美 岳正子说 这不叫做超过 而是前后平复不同的缘故 岳正子见孟子 岳正子曰 可告于君 君未来见也 必然有脏仓者指君 君是已不果来也 岳正子去见孟子说 我向国君说过 他打算来看您的 宠城中有个叫脏仓的阻止他 所以他最后没有来 曰 行或使之 指或泥之 行指非人所能也 无之不欲卤猴天也 脏仕之子 也能使鱼不欲灾 孟子说 要来有鼓动的力量 不要来有阻止的力量 来与不来 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 我不能与鲁侯会晤 那是天意 信赃的这个人 怎能使我不与鲁侯会晤呢